來關新聞這個廣人的菜市 高麗菜 現在說為過年進行三塊的 一公斤十塊落到剩五塊 現在的農民無法回本 整個就不需要收 我們政府農業廚 現在是打拼小街企業的 可以來購買 我們有民間企業 以市價格價格的介紹 來購10萬公斤的高麗菜 節載農民來到產地採取高麗菜 但收到企業穩定 高麗菜介紹為過年次每公斤十塊落到剩五塊 有農民放去收成 但有農民真不感知品質好的高麗菜去收 現在透過文管副農業廚 每次印刷蓋來購五千收 我們 你看這邊一半就已經八百箱了吧 對啊 你看這邊還有很多田都放掉 都連隔都沒有人收 採收可能會賠錢 那不採收看得很難過 那至少要維持菜農的基本收益 本來是預計買兩千箱 後來又加碼到五千箱十萬公斤 文管副農業廚師 經過農業廚的治療工業 這部高麗菜的價格價格 會在稍微到四月的車 不時農業廚期去找起來麵合 除了國內的團購 那還有就是加工嘛 文管副農業廚師 今年國內進入 台北四百萬公斤 大約有四月分到六月分是新三季 但因應這部的影響 提早要透過五年糧品的二國買台 讓消費者來買五年的王來 希望透過國民的官都來行銷 幫助五年農民 也好消費者來等 集中最新的國民的農產 這張公司有年報道